昏营继续收听《物恋巅峰》第4333集 百年布置一朝灭敌 还能坚持多久? 杨开问道,苗飞萍立刻回答 最多实习 实习之后,防护法阵告破 到时候陈希没有办点防护之力 三十多队员势必要暴露在莫祖的攻击之下 生死难料 足够了 杨开回了一句,不再扩大战果 而是悄悄摸出了那一枚欲绝 暗催力量,随时准备激发欲绝之力 不单单杨开如此 其他小队队长皆都如此 战场上空 莫祖王主藏身在一团莫云之中俯瞰下方 身为王主,感知是极为敏锐的 这一次人族的表现有些不太寻常 莫祖大军身处战场之后可能还没察觉 但他总览全局又岂能发现不了 人族这边的一支支小队仿佛在分割战场 自大战开始到现在 这些人族皆都是以躲避游走为主 并没有杀敌之意 这跟以前是不同的 事出反常必有妖 莫祖王主隐隐有些不安之感 总觉得人族这边怕是有什么阴谋诡计将要施展 对人族的奸诈 每一个莫祖都深刻令较过 若他能够随意出手 自然不具人族的种种小心思 冠绝乾坤的修为 任何阴谋诡计都是徒劳 然而他没办法随意出手 碧落关内 人族那老不死的契机一直锁定着他 他若出手 势必会遭遇雷霆一击 修为到了他们这个层次 若失先手是很麻烦的 所以他不能给人族老左这个机会 可是人族到底要干什么 答案很快揭晓 就在破晓战舰的防护 看看快要支撑不住的时候 战场之中一道神石传音 在每个人族的耳畔边炸响 当手 是钟梁的传音 早有准备的杨开 没有半点犹豫 一催手中欲绝之位 对着前方某处打出一道悬光 那悬光灌入虚空中消失不见 但紧接着 一个巨大无比的黑洞忽然成形 那黑洞由一出现便骤然扩张 与此同时 黑洞之中更是传来强大无比的牵扯之力 四周空间 无论是陈西小队 还是墨族大军几乎都没有反应的时间 便被那扩张的黑洞包裹 虽有墨族察觉不妙 想要摆脱这黑洞的笼罩范围 可那强大的牵扯之力 却让他们无能为力 黑洞在一瞬间出现 短短不过三细功夫扩张到极致 紧接着骤然踏锁 消失不见 一同消失不见的还有陈西小队和附近的三四千墨族 不但陈西这便如此整个毕落关外的战场上 这样的场景比比皆是一个又一个黑洞在极短的时间内出现 扩张然后消失 一同消失的还有附近的人族和墨族 而就在这些黑洞方一出现的时候 墨族王主便知道自己一直以来的不安到底源于何处了 人族居然在壁落关外布置了大量的陷阱 而这些陷阱的根基便是这无数年来 人族开天在这里死后留下的乾坤府邸和乾坤洞天 那些乾坤府邸和乾坤洞天在骤然被开启的时候 扩张成巨大黑洞 或许还有阵法的缘故 他所知时将附近的所有人族和墨族都吸了进去 墨族王主怎么也想不到 死人留下的东西居然还能发挥出这样的效果 上一次大战墨族根本没有遇到过这种事 以前也从未碰到过 可以肯定的是 这绝对是人族最近百年的布置 可是人族既有这种手段 为何以前不用偏偏等到这一次 墨族王主想不通 他只知道这次失算了 墨族必定会损失惨重 而且是难以想象的损失 以他的实力 是有能力制止这一切的 一个个巨大的黑洞自出现到消失 总有几席功夫 被牵扯的墨族无力抗衡 但王主却可以阻止 然而他不敢这么做 避落关内人族老族的气息愈发的灵力 仿佛一头责任而食的猛兽 随时会报解给自己致命一击 所以他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挥下大军 被那一个个黑洞吞噬进去 关内老族有些不满的冷哼一声 这墨族王主也是个能忍的 竟是宁愿看着墨族大军遭殃 也不给自己出手的机会 不过大决已定 碧楼关必定迎来漫长的平和期 而在这期间 墨族怕是只能归缩一余了 原本喧嚣的战场 随着那一个个黑洞的忽然出现和消失 骤然变得空荡荡的 也有一些幸运的墨族 没有被卷入那些黑洞 不过总归只是少数 变故骤起 他们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还不等他们搞明白 四面城墙之上 一道道归能巨大的法阵和密宝之威 便已轰然袭下 打得他们抱头数寸 莫名空间之中 破晓静静地悬浮在半空中 四周一片死寂空旷 就连之前被杨开空间法则圈住的那数千墨族 也完全不见了踪影 不过杨开知道 那些墨族都在这一片空间中 只是如今被分散开了而已 晨曦需要做的 便是将这些家伙找出来 一个个弄死 这是乾坤洞天 方英左右观望 若有所思 杨开微微汗手 乾坤洞天 也不知是哪一位前辈所留 逢英会议 关内百年布置终于用上了吗 你们之前去世 便是为了这个 要知道 关内为了这事 可是足足耗费了百年光阴 海量的资源 那每一个可以启用的乾坤洞天 和乾坤伏地中 皆都布置了大量的阵法 若非这样 也不可能将战场上的墨族拉扯进来 被拉扯进这样的空间 墨族的命运已经注定 狩猎开始了 杨开催动力量 灌入手中欲绝 借入欲绝之力 略以赶之 便朝某个方向望去 那边 有不少墨族聚息 听得此言 负责操控破晓的队员 立刻稍作调整 朝杨开示意的方向略去 墨族虽然是被随机传送至 这一处乾坤洞天某处 但因为杨开这一次 圈进来的墨族数量实在是有些多 足足三四千 总有一些墨族运气比较好 能在短时间内汇聚一处的 此时此刻 便有几十个墨族汇聚到了一起 忽然出现在这种诡异的地方 墨族们都是一头护水 搞不明白情况 其中有一位领主 隐约猜测 这里应该是开天敬武者死后 留下的小乾坤 可如何从此地脱困 确实没有头绪 正想着不管如何 先聚集更多的族人再说 只有聚集足够的力量 才有机会与人族抗衡 便在这时 他忽有所感 扭头朝一个方向晃去 只见那边一艘人族战舰 以极快的速度朝这边掠来 那领主大惊失色 是那一队人族 战场之上 他们这些墨族就是被一艘战舰上的人族牵制 结果被卷进了此地的 此刻再见如何能认不出来 战场上数千墨族拿他们都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 如今只有区区几十个完全就是送菜的份 那领主倒也见机得快 由于发现破晓 并立刻朝反方向顿逃 哪里还能逃得掉 破晓的速度已被晨曦队员催到极致 就是为了尽快地将此地的墨族赶尽杀绝 战舰还没到 一道道强大的攻击便已从那边袭来 能量狂暴间一个个墨族陨落当场 那领主还在狂奔 忽然觉得身边一道身影闪过 拧头望去 却见一个人族青年笑隐隐地望着他 口中道 早死早超生 何必劳苦奔波 说话间 那青年手中不知何时 挤出一杆长枪 自指是随意一抖 枪尖便在眼前急速放大 那领主亡魂皆冒 欲要反抗 却无论如何 也避不开这蕴藏了空间之道的一枪 半空中巨大身影 包围血雾 扬开闪身而回 再指一个方向 这边 有欲绝在手 此处乾坤洞天中 藏匿的墨族 挤如漆黑中的萤火虫 无论如何 也躲不过他的探查 一路追索 一路杀敌 墨族根本难以抵挡 若被卷进来的数千墨族 能汇聚一处 单靠破晓如今的力量 想要吃下 恐怕还要费些功夫 然则这些墨族都被分散开来 纵有聚集 数量也不多 面对陈希这样的队伍 根本难以抗衡 一个个墨族陨落 破晓几乎毫不停歇 所过之处 总有墨族授手毕命 这一处乾坤洞天面积不小 但将那被圈进来的数千墨族 赶尽杀绝 也只不过花了陈希 一个尸身的功夫而已 期间连毕落官提前布置 在这乾坤洞天的几处法阵 也没有动用 简直不要太轻松 催动欲绝之力 检索整个乾坤洞天 确定此地再无一个墨族遗漏 扬开这才打开门户 令陈希众人离开 欲知后世如何 昏迎继续收听《五脸巅峰》 第4334集